對公惡來說,回到苗巢,表示又可以交配了,雖然母惡有時候好像有不同的想法。 對惡來說,卓巢是公惡的事,性顯然是很有效的驅動力。 白尼海雕和惡,經常在同一區棲協,他們會競爭強食,海雕有時候會搶走體型較小的惡的漁獲。 三月下旬,繁殖劑早就開始了,這對海雕已經柴下一枚卵,五海雕仍會留在雕巢附近,在依舊含有的冬天附帶替它保暖。 六個星期後,出現了隻毛茸茸的白色蟲鳥,在父母撞樹的腿間隱約可見。 剛開始,五海雕待在潮流的時間較長,共海雕負責帶食物回家。 它四歲十五後,用官方似的鳥嘴餵給蟲鳥吃。 北國的夏天,可能很涼、有濕、豬油大。 海豬家庭為民進行付出的代價,使蟲鳥的潮危險地負擁在外。 這隻蟲鳥,在牠比牠,其實在оры經營和跑。 蟲鳥,在牠會補在牠的翅膀下,可以保持勾動和溫暖。 讓牠會保持著蟲鶴,就變得一樣多的! 牠會保持牠,把牠會保抖,在牠會保育。 蟲鳥很壯,在牠會保持牠期間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